肉体再度凝聚 萧炎的心头也是大喜 他能够感觉到啊 这一次凝聚而成的肉体 比起先前来竟然强上不少 在毁灭中创造 不断的凝聚新生的肉体 去适应那股传承之力 萧炎的眼盲闪烁 隐隐间有着兴奋之色掠过 然而他这等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 那火焰莲子之中便再度释放出 足以让的天地都为之震颤的可怕的力量 而在这等力量的冲击之下呀 萧炎刚刚凝聚出的肉体 居然再度爆炸成血雾 而且这一次连灵魂都出现了剧痛之感 心如磐石便可不灭 心如磐石便可不灭 心中自是已经有了感悟 萧炎没觉得慌乱失措 他谨守心神不以任何事物 而再起丝毫的波动 而在萧炎神灵魂皆是凝聚之间 那魂炸开的血雾居然再度凝聚起来 眨眼间又凝聚成了一道比起先前来更强一道的心生肉体 火海之中 响起了一片低沉的声响 萧炎的身体便是不断地在这种凝聚和爆炸间周而复始 宛如一个完美的循环 望着眼前一幕驼舍古地的脸庞上浮现了一抹笑容 他轻轻点头 死子悟性倒是不低 难怪能够在这般年龄达到这一步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那如磐石般的韧性和坚毅 哈哈哈哈 看来我的使命快要到头了 驼舍古地轻轻的一笑 语气中有着淡淡的解脱之感 修炼之间岁月如梭 不知不觉一年的时间就如此迅速的流逝而去了 这一年当中萧炎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暴以及再生 在这等循环往复下 就算以消炎的毅力神智都已经处于浑浑噩噩 只有那仅存的心智牢牢守护着灵魂 一点执念 驱使着肉体在无数次的自暴中逐渐的适应 那等传承之力啊 然而 那等苦修却仿佛依然没有尽头 自暴雨再生 无限的循环 天幕的一年对于窦袭大陆来说便是两个月 而这两个月中中州之上也处于极度的动荡 由于魂族所布置的大阵笼罩了整个中州 而这也是导致中州变成一个能进不能出的死亡之地 原本蔚蓝的天空 如今却已被厚厚的血云所弥漫了 阳光透过血云照射在大地上 却是投射出暗沉的光泽 让人感到无比的压抑 血腥味道笼罩着中州的每一处 每隔一段时间 那弥漫整个中州的血云之中 便会射出众多的光芒 那血云过处无不是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呀 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在刚开始的时候 面对着魂族这种种作为 无数的宗派势力显得极为愤怒 然而这种愤怒 在当他们自发联合 并且准备进攻那大阵的时候 最后却被一道贯穿天地的血云斩杀的 十之六七愤怒就变成了恐惧 到了现在他们才明白 魂族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和强横 面对着呢 时不时就会降临头顶 血洗大地的血盲 众多的宗门势力都是不得不举宗迁移 而他们迁移的地方 自然便是天府联盟的总部了 在这个时候啊 中州也就唯有着天府联盟总部所在的范围 方才能抵御那血盲的侵蚀 因此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天府联盟方圆万里之内 便是人山人海所占据 任何一点点角落都有着黑压压的人群 整个中州现在都陷入了慌乱当中 对于这些投奔而来寻求庇护的宗派势力 联盟也是无可奈何呀 只能联合众多强者 共同施展了一个笼罩天府联盟 十里之内的巨大防御罩 然而即便是如此 这个防御罩内依然显得空间不足 不少的宗派势力为了维持自己的安全范围啊 不得不与其他势力冲突 彼此间大打出手 也造成了不小的死伤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 即便是联军都无法插手 他们能够做到这一步已是极限了 在死亡的威胁下 秩序也是荡然无存 而在防御的同时 联军方面 古元和竹坤等人曾想联手 阻拦魂天帝 以及天帝灵声 完成地品担药 但最后却是无功而返 吸收了无数生灵血气的大阵 再加上魂天帝的坐镇 想要破解弹何容易呢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原本繁荣的中周大地 也是处处的荒凉 放眼望去宛如末日场景 而在这等时间的流逝下 让的众人越发绝望的是 血云之中那一道气息 越来越凶利滔天 谁都明白 当那恶魔从血云中出来的时候 或许便是中周末日之刻了 但是对于这种情况 却无人能够阻止 他们唯一能做的 便是眼睁睁看着 天空上的血气越来越浓 血云蔽日 中周浩劲啊 浩劲之下 生灵不存 血云笼罩着中周 足足持续了三个月 而且依然没有减弱的迹象 这三个月里 原本繁华的中周 却已经变得 异常的破败和荒凉 所有的人都在惊慌中 寻找着安全的躲避之处 不少人甚至都钻进了 一些地底之内 以期盼如此作为 能够让他们 把这场浩劫躲避开去 厚厚的血云 笼罩着中周的天空 浓郁的令人作呕的 血腥气味弥漫着空气之中 大地之上一片的赤虎 粘稠的血浆 把中周渲染得 如同修罗之地 森森白骨 漂浮于血海之中 隐隐间 仿佛有着无数 凄厉惨叫的声音 在天地间回荡着 令得人毛骨悚然 这等杀戮啊 即便是放眼 斗气大陆的历史 都极其的罕见 毕竟一般来说 不论是施展何种大战 寻常之人大多都不会出手 而这一次浑足 却显得丧心病狂 他们的屠戮 不会因为任何的身份 而有所停止 望着天空上 越来越多令人心生寒意的血云 不少人心中的绝望 越来越深 时间拖得越久 那大阵中凝聚的力量 就越恐怖 谁都知道 一旦当其中的魂天地 破关而出的时候 这片天地将无人 能够阻拦他的行为了 整片大地 都是笼罩着死亡阴影 绝望的 令人不寒而栗 天府联盟的总部 一座高台之上 树道人影站立 他们的目光 即是泛着阴沉的 透过笼罩天空的巨大防御罩 最后望着那弥漫天际的血云 压抑的气氛持续了片刻 竹坤终于缓缓地开口 浑天地的气息越来越强了 我能感觉到 他快成功了 听到他这话 一旁的几个人心头皆忍不住的一沉 雷影咬着牙 难道便只能看着他 完成的最后一步吗 他的声音中有着说不出的憋屈 这段时间呢 他们就跟这个缩头乌龟似的 死死缩在防御罩中 这种感觉对于性子略有些火爆的他来说 那就是一种折磨 古猿摇了摇头 眼中透着浓浓的无奈 大阵已成啊 光是那血云之中凝聚的力量 便足以让我们喝上一壶了 更莫说冲进去和浑天地决战了 现在浑天地的力量 已不是他们能够相比 他们能够暂且保其身 已是相当不易 至于进攻 现在可真是痴心妄想 文言众人拳头忍不住的紧握了起来 这等局面就算是他们都略微感到绝望 更惶论其他人 严静轻叹道 联盟附近的范围还是摩擦不断的 那些前来寻求庇护的宗派势力 为了占据安全的位置 不少都在互相出手 雷莹怒声道 哼 这群废物 当初我们和魂族开战 他们就袖手旁观 如今尝到苦果 又想寻求庇护 众人苦笑啊 面对着联军和魂族的开战 这些势力又怎敢轻易的介入呢 古元振作精神的一笑说 也不用太过悲观了 我们同样还有着希望吧 众人文言 似乎想起了那最后的希望 当下 双眼深处有着点点亮光涌现 的确他们依然还有着一些希望 现在 便只能祈祷硝烟能够顺利的接受到古地传承 那样的话 方才能够力挽狂澜 不然这中周 应当便是要完了 脑海中浮现硝烟那瘦血的身影 古元情声说 不过我倒是挺相信 那个小子会上演一些奇迹的 那样的话 自然是最好啊 似乎在古元此话的感染一般呢 一旁原本面色紧绷的众人 脸色都徐徐的松缓下来 脸庞上露出一丝笑容 时间 在无数人的惊慌和绝望下 缓缓的流逝 天际笼罩的血云 压抑的有种让人发疯的冲动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半年 血云在天空上越来越深沉 同样也变得越来越厚 有时候甚至连阳光都很难从其中穿透而进 而在这些时间 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血盲横扫天地 每一次血盲的涌动都会带起冲天的血腥之味 不过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天赋联盟所设的防御罩之中 那一些可怕的光芒却逐渐地转移 目标 到的后来甚至开始撞击着防御罩 不过索性联盟中强者众多 虽说无法撕裂这血云吧 但稳住防御罩 却不成太大问题 当然 每一次血盲冲击防御罩 自然也会引得不少人提心吊胆 毕竟 现在他们唯一的庇护处 便是天空的防御罩了 这防御罩若是一旦破裂 那他们也将会成为那满地腐尸中的一员 半年的时间便在无数人提心吊胆下 缓缓地度过了 并没有爆发惊天动地的大战 然而这种压抑和血腥 却比任何大战都令人疯狂 半年之中 血云只是笼罩着中周 没有任何魂族强者出现 甚至连那魂天地的声音 都未曾在天地响彻 然而那血海中一道 胸利可遇滔天般的气息 却在时间的流逝下 越来越恐怖 当大地笼罩中周七个月的时候 那摇摇天空上的血海 终于泛起了阵阵的波动 血海翻涌 一个漩涡自血海中浮现 然后一朵巨大的血色莲花 缓缓从血海中升腾而起 血帘之上 一道身影盘坐 血色头发如同瀑布般垂落下来 一些甚至是落进了血海当中 漂浮在血海之上 宛如恶魔展翼 这真是令人陶醉的力量啊 人影紧闭的双眼缓缓地睁开 其中弥漫的星红之色 令得这片血海都泛起了惊涛海浪 哗啦啦 在浑天地睁开双眼的时候 他的后方空间扭曲起来 一道浑身笼罩在黑盐中的人影 浮现而出 虚无吞颜望着头发 转变成血色的人影说 灵石药三族的义民 以尽数投入血吃 浑族本族的义民 也投入了十之六七 不过这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嗯 浑天地血眸波动 旋即轻轻一笑 血连转动直视着虚无吞颜 被浑天地这么注视着 虚无吞颜眼中黑颜一跳 淡淡地问 怎么 血海中的能量似乎多了一些东西 哦 虚无吞颜眼中黑颜剧烈一跳 浑天地满脸的笑容 他的手掌猛地插进面前的血海中 然后狠狠地一抓 整片血海都翻腾了起来 最后一丝丝黑盲 带起掌心凝聚 最后化为一团黑色的火焰 望着这团黑色火焰 浑天地一笑 看着虚无吞颜 把这些吸到体内的话 应该会被种下吞噬种子吧 哼 看来你跟我不识一条心的 这是你逼我的 虚无吞颜的眼中猛地爆射出凶光 他双手骤然按在血海之上 一道波动传出 顿时血海翻涌 无穷的黑盐自血海中弥漫而出 疯狂对着魂天地暴涌而出 动手 在虚无吞颜 动手的时候 他突然一声力喝 只见得周遭空间涌动 数十道身影涌现 略作迟疑 便张口喷出一团浓郁的黑盐 这些黑盐飞快的凝聚 最后在血海上化为一道诡异的阵法 当头就对着魂天地笼罩下去了 看来这些年已暗中做了不少手段 这些长老已是不知不觉 尽数被你控制了 见到那些熟悉的身影 魂天地都有些惊讶 莫说这些长老 魂族租人之师之气吧 体内都有我所设置的血脉印记 魂天地 你当真我什么都没准备吗 只要我心念一动 你魂族就得元气大伤 我本不予如此 但奈何你竟对我心存杀意 这就怪不得 我先下手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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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下手为强